第1集 第5集 师父 师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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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猴子似的 站在那儿干啥呢 赶紧干活 赶紧干活早点回家 你要干嘛 有钱呢 拿给我 有钱也不给 走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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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好了吗 我打不过自己老娘们 我看他们谁敢管我 哪里边算什么来 别给我钱 你什么疯了 给我钱 你钱 走走 别动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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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搞什么 他是你相好的 他是个孩子 只给你搞眼看看 怎么样 怎么样 多点 你说 你今天该不给我钱 该不给我钱 钱也钱 你不这样要钱吗 对 给我 你 你 你 我又给你 我一天 我一天 都连你 我一天 我一天 人有一个好日子 我马上去巨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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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次巨貨 我这次巨貨 是东北的香蕉林 他那晚沒劝过 肯定能迈着大家去 你倒是我 你倒 怎么 怎么啦 怎么啦 说哪儿了 马师傅 你三天两头闹这么一出 还搞不搞生产了 谁放进来的 我跟门卫说 怎么随意放进人啊 门卫咱们回家 门卫也不认识他是谁啊 快下班了咱们收拾了收拾了 散了散了 快下班了去收拾了 快快快 走了走了 哭啥 弄疼了 师傅你为什么要受这样的疯 他带你不好我可以给你报仇 别说傻话 还有 笑是给别人看的 哭只能藏在心里 为什么 因为你哭没有人会在乎 人家只会吓唬你 有人会的 只有稀罕你的人会 师傅我稀罕你 不讲了 你回去吧 以后 不许再说这话 来吧 快 二强 以后你别说我傻话 别干傻事 师父还是你师父 还像师父一样对你好 行呜 一诚哥哥 你经常来这儿吗 我小时候总带着我弟弟和妹妹来这儿玩 真好 我小时候是在乡下度过的 那时候我老在晒场上玩 地方特别大 也不干别的 就疯跑 所以我现在跑得可快了 是吗 我不信 那我们比赛 预备 一 二 这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 你这学得这么好 艰苦腐素躲不躲 你别跑 艺诚哥哥 你将来想做什么 我还没想好呢 你呢 我 我想要自由自在 不受约束 永远有个荣华喧嚣 和烟沉的地方 也许有 那我就当一棵 滑盖如散的树 为什么 那个更值得偏爱 泛黄的昨日年代 褪色的时光展开 前中换中 又落入谁的心怀 我有些是深情的独白 艺诚哥哥 那我就要走了 我就要走了 我妈工作刁动要去北京 她要带我一起走 那 那你还回来吗 我妈 不想让我再回南京了 呵呵 她说这里 不适合我 只望你不是徘徊 徘徊梦里 俊安和他妈妈 今天已经去北京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没有什么对不起的 少年人之间的情感 是最干净的 你和俊安都是好孩子 能够在彼此的生命里留下些痕迹 那是你们的缘分 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虽然 虽然你们已经分离了 但是日后再回想起来 一定还是很美好的 不是吗 来 这是你最后一个月的补课酬了 谢谢温老师 温老师 这 这是居案在北京的地址 是 一程你也快毕业了 可以仔细地考虑一下日后的去向 等到很多年以后 再回头看 这些阻碍都不算什么 你不服送分配 不就是交报道啊 你要干吗算 我要考研 什么东西 我要备考啊 考我们学校研究生 我要继续念书 大哥你还要念书啊 你不怕念脑浆子疼啊 大哥你研究什么呀 读书就那么好吗 四妹 人头猪脑是不会懂得 欢喜读书的人的心的 这个研究森有钱拿的 没有 没有钱拿你考什么研究森啊 这大学毕业了就应该出去工作 赚钱 你还往回找找钱 你当我开金库的 你开不开金库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看见维 维明那个孩子 人家也毕业了 人家马上去 去个什么社 当编辑 那下一月就拿工资了 你呢 我跟我一读几年书 就指望你出来赚钱 带我们过几年好日子啊 你可倒好 大学毕业了你 你继续在下当代野青年 真够自私的你 我上大学是你掏的钱吗 我怎么不知道 我上的是师范 我所有的零用书本钱 都是我自己打零工攒的 我自私 要论自私 你升第二谁敢升第一 你个莫大莫小的 你怎么不是桑田呢你 我就不桑田 我脚踏实地 我走我自己选择的路 我就是要考研 谁也拦不住我 你 还有 人齐渭明去的是杂志社 做的是编辑 不是编辑 麻烦您搞清楚 再来教训我 你搞什么东西 你给我东西运来了你 你你你给我 你干吗去 你个不孝顺的东西你 你得到 你得到 的 你 这是